本篇为直播教学剪辑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今天是10月9号 小屁孩,爱奇投资客的频道,继续 啊,好了,可以去睡觉了 大家好,今天10月9日 这里是爱奇投资客日记直播的频道 去去去拜拜拜 赶屁孩睡觉,拜拜 下次见,拜拜 好,今天讲的主题是 夫妻重购退税,少400万 夫妻本是同龄鸟,重购贷款,各自飞各自飞 一次朝两间房空屋六年,浪费水电 我们现在就来讲政策的bug,政策的bug 那讲这个主题呢,延续昨天的主题 再讲的详细一点 详细版,详细到靠北,大家都在讲 今天有结婚是一件好事吗? 你结婚的,当下是好事 结婚之后,就不是好事,为什么呢? 首先先讲贷款的部分,贷款的部分 银行的银行 其实是有上限的,一般标准的上限是 每间银行个人大概是2000万 如果你要超过2000万的话,必须离婚 才会变成2000万加2000万,总额是4000万 如果你是夫妻的话,不好意思 因为你们结婚了 所以夫妻算一个人,总额就只剩下2000万 当然你的薪水太低的,太低的那就没办法了 多低呢?2000除以155 之前有教过,请自行回放秒算可买房的额度 2000除以155,也就是说 你的夫妻薪水,如果没有12万9千元的话 其实这个贷款的上限2000万 一个月没有赚12万9千元,贷款上限也跟你没关系 但是,很多的投资客其实,夫妻都是超越这个数字的 但是,因为有上限的关系 所以,离婚就是一个好选择吗? 答案是的,没有为什么 那今天讲呢,为什么又要离婚了呢? 因为重购退税 夫妻本是同龄鸟重购退税各自飞 就是这样子 那,吴高演出我想想台词 重购退税,可不可以夫妻持有一间? 啊,靠北口误 应该说,老公持有一间,老婆持有一间呢? 答案是可以的 户籍都入进去 老样子,跟前天教学直播一样 户籍入进去之后,每个月的管理费啦 每年的房屋税啦,地价税啦 重点是,水电还有瓦斯都要给他开着 干嘛浪费?台湾永远会缺水电的原因 就是给他滴滴滴水,给他滴滴滴啊 比李明厉害 一直浪费,一直浪费 电的话呢,就是一直开灯 好放个矿机给他一直挖矿 或者是说那个瓦斯呢? 也要给他燃烧一下 都要有正常的度数 有正常的度数之后呢,大概一年 你就可以制造出这个资料了嘛 就可以制造出这些自助的资料 那制造出自助的资料之后 你就可以去买下一重购退税 关键就在这里,会少四百万 为什么呢?因为夫妻 假设你今天结婚的话,你夫妻就只能算一个人 可以同时重购退税 两间房,但四百万,只能用一次一间 假设老公买了一千万,老婆也买了一千万 那老公比较厉害,卖了一千五百万 是不是赚五百万 就要被克税,看他要克几的税 那就克 就要先缴出去,老婆比较弱 卖了一千两百万 那这个两百万也是要缴税 不管是缴,一般来讲 都会放一年就卖掉 然后通常的一年呢? 就要缴百分之四十五吗? 五百万的话,就要缴大概两百多万 老婆赚两百万的话 那就是要缴大概接近一百万 重点是,是不是有免税额? 那免税额呢?只能用到 四百万似的 那老公这边假设用完了这个四百万 那老婆这边就不能用了 也就是说,它是有上限值的 而且你只能挑一户来使用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的免税额 假设你今天赚的额度 假设老公买一千万卖到 两千万的时候 你的免税额,你的免税额 顶多这边扣完四百万 另外,老婆也很厉害 也卖到一千万 赚了超过一千万之后 这边有没有四百万呢? 没有 就是没有 没有为什么 就是可以同时重购退税 但是会少四百万 也就是说 你夫妻合起来 要多付给政府四百万 之后 你再买下一间 再全部还给你 所以其实呢 需不需要离婚呢? 其实 如果两间同时卖掉 或者说 很接近的时间卖掉 又再买下一间房子 又再自住 就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夫妻各分别 要各自住一间 这个听起来 是不是怪怪的 但是重购退税 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可以做 老公重购一间 那老婆也重购一间 听起来 是不是怪怪的 这听起来怪怪的 但是食物上 就是可以做 两间再买 下一间的时候 老公的下一间重购 老婆的下一间也重购 实际上 有没有自住的事实 没有啊 就是没有懂吗 没有啊 国税局这样知道了吗 国税局啊 没有自住的事实 怎么会 老公买一间 老婆又买一间呢 要严查法办 那请问一下 他们晚上试 是要怎么修竹竿 对不对 这个修竹竿 就有点困难了 是不是 不符合人性 但是食物上 却可以做 但是夫妻 合起来的时候 就是少四百万 免税额 你就只能用一间四百万 假设 就像刚刚讲的例子 老公买一千万 老婆买一千万 分别很厉害 卖掉之后 卖到两千万 那免税额就是四百万 那个免税额四百万 只能给一间用 假设给老公用 老婆就不能用 假设给老婆用了 老公就不能用 就这么简单 老样子 水电一样 要浪费六年 所以台湾会缺水缺电 其实跟不动产 有一定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的税制 就是让人家要 浪费水 浪费电 浪费瓦斯 浪费利息 浪费管理费 然后去缴房屋税 缴地价税 就这么简单 你怎么会推出这种政策呢 人民选的 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谁推的 反正重点是 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 夫妻赶快去重购退税 重购退税 听起来 夫妻各买一间 是可以的吗 是可以的 一次炒 二间感情 不会散 但是 户籍要记得 设进去 买新的下一间的时候 户籍再入进去 然后前面一间 水电 跑一年之后 再卖 至少要跑一年 不然 国税局又说你不算 虽然我觉得 夫妻各买一间 然后 分别去自住 听起来就怪怪的 听起来就怪怪的 不符合逻辑 但是实物上 又可以做重购退税 只是说缺点就是 会少400万免税额 假设你今天 没有结婚的话 当然 老公就是独立的个体 老婆就是 独立的个体 就是非别个400万 你结婚之后 不好意思 只有一间 可以用400万 另外一间没有 但是因为重购退税 全部会退给你 全部退给你 你要注意 你买的下一间 要更贵 假设 你买1000万 后来卖2000万 那你接下来 再买的那个房子 就要超过2000万 如果没超过的话 照比例退给你 那但是 通常你是一个 邪恶的投资客 怎么可能照比例呢 能全拿 你绝对不会去少拿嘛 所以说 高总价的住宅 会有一定的市场 是来自于 重购退税自住 顺便浪费水电瓦斯 管理费税金 然后市场上 会有一定的空屋 非常庞大数量 逼屋主出租 你别做梦了 空屋来自于 重购退税 这能说吗 好像不能说 不小心刚刚讲出来了 我刚刚讲出来了 所以说国税局 赶快去查那个夫妻重购退税 那一定是假的好不好 肯定是投资客杀无赦 我现在就告诉你是假的 你去查呗 好不好 反正我没老婆好不好 就是这样子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事不关己 高高挂上 国税抽税没有上限 反正 就是都在浪费水电 所以只要能够把他们全部查出来 台湾就不缺水 也不缺电了 就是这样子 这样你会了没有 所以台湾缺水缺电 都是来自于 夫妻再重购退税 好 我们今天就得到这个结论 好 这个结论听起来也是蛮奇怪的 好 没关系 反正以结论来看 以结果来看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那个重购退税 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政策 那个夫妻竟然可以重购退税 不是说好啊 只能用一次吗 居住正义呢 竟然可以老公买一间 老婆买一间 各退两间 那你这不是协助炒房吗 对不对 政府赶快去抓 找出来那个夫妻 在重购退税的 我们就给他抓了关起来 房价就会下跌 逻辑是不是这样子 对 就是这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 台词号尽快下播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样子 不能再说了 哦 拜拜 本篇为直播教学 剪辑图文版 详细说明 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未经认领